去有分的地方 李献与小雪Linima恋情传闻持续发酵 星辰玄机重叠引人猜测 近日中国网络分传一则爆料 只称录据男性李献与一名名为小雪Linima的性感网红交往中 消息一出立刻引起网友热烈讨论成为热搜冠军 虽然尚未有官方证实 大友网友发现了一些有趣的线索 根据网友的爆料 这位网红详学Linima自称有一位男友在北京工作 并透露男友是湖北人 而李献则是来自湖北的演员 此外网友还指出 小雪Linima今年上半年的行程与李献高度重叠 包括一月在韩定和北京 四月在福建 六月在银南等地 两人还在六月底都观看了周杰伦在海南海口的演唱会 只是没有坐在一起 除了行程的重合 还有一些细节引起了网友的关注 小雪Linima曾在微信中将她的男友备注为伊修 而李献在2019年的一部古装剧中饰演的角色 被一些人认为很像伊修和尚卡通中的侍卫 因此网友推测这可能是小雪Linima对李献的昵称 对于这次爆料 网友反应两极 一部分人认为这只是造谣 精凭行程的重合无法确定两人是否真的在恋爱 另一部分人则认为 即使爆料属实 只要不涉及严重问题 例如劈腿或多胎等 这是演员私下谈恋爱在正常不过的事情 不应该对演员的形象和作品造成太大影响 李献以其出色的演技和优秀的形象文明 被誉为林富平男神 回顾她的情史 她曾和女星钟楚希传过绯闻 但最终恋情并未持续 李献曾透露 在过去名气不高的时期 因为买不起名牌包包给女友而遭到分手 有网友怀疑她所指的女友正式钟楚希 目前李献和小雪 Lenima的恋情是否属实还不得而知 我们将继续关注事件的进展 希望能得到官方的回应 喜欢我的报道的话 记得按赞分享加订阅开启小铃铛哦 我们下期再见